各位觀眾朋友早安 來關心今天的天氣狀況了 先來看看外頭的即時影像 哇 太陽公公露臉了 就在石門水庫這邊 可以看到天氣還不錯 今天整體來說 還是有受到東北風的影響 所以說營風面還是會有一些降雨 不過整體來說 比起昨天還要再更趨緩了 而且會延續的持續趨緩 一直到禮拜三會整個更放晴了 再看到衛星雲圖 帶你來關心今天一整體的天氣狀況 其實在綠島這邊 帶藍雨這一帶 開始有一些雲層的累積 但是基本上來說 不會直接的影響到台灣的天氣 所以說今天一早 除了這個營風面的包含 東北角這一帶 今天這一天是比較有機會降雨的 再來就是一早 其實在花蓮有一些局部降雨的出現 但我們可以特別關注到說 這一邊有一個發展的熱帶性 這個熱低壓 那麼熱低壓的部分 其實接下來基本上是不會有任何 對天氣上的影響的 因為台灣來說 可以看到距離還很遠 可以看到它現在距台灣的位置 還有1300公里 而且它持續往北來說 是不利於它的發展的 那麼以日本來說 他們的氣象單位 是沒有把它列為颱風 雖然說美軍是已經把它列為颱風的 但是依照這樣看起來 它接下來不太有發展的空間 而且它往日本的方向前進 對台灣也不會有直接的天氣影響 今天台灣一整天天氣狀況又是如何呢 可以看到因為東北風影響的關係 所以說北部的氣溫 高溫稍微略略降低一些 但是高溫還是有到32、33度 那麼中南部地區都有34度的高溫 不過我們可以看到 雖然在東北部 天氣來說還算穩定 但是東部剛剛講到花蓮 今天有一些局部降雨的狀況 所以降雨機率是有的 那麼外島大概也就只有 馬祖的天氣狀況比較可能不穩定一些 金門 澎湖 天氣都還算是多雲稻情 那麼今天有哪些地方可能會下雨呢 就來看到定量降水預報圖了 除了受到東北風影響的 迎風面地區 我們可以看到東北角這一帶 還有宜蘭是有機會降雨的之外 就剛剛提到花蓮這一帶 是有機會下雨的 不過今天還是要特別留意 在東半部持續會有陸陸續續的 局部短暫震雨之外 中南部尤其是山區要特別注意的 就是午後降雨的狀況了 那麼午後降雨狀況 趨緩下來之後 接下來整個東北風慢慢減弱之後 開始要注意的就是屏東這一帶 也會有一些降雨的狀況 那麼一整個的天氣變化又是如何呢 今天開始陸續的水氣 慢慢持續的減少下來 一直到明天雨會更少 要特別注意到的是 週三這一天天氣不錯囉 所以說整個東北風減弱的情況之下 我們可以看到 這邊有一個封面逐漸要靠近了 所以說到了禮拜四之後 可以看到封面準備要通過了 所以這個好天氣 預計就是維持了一天之後 禮拜四就會又要開始受到 東北風的影響 天氣狀況還會再度的不太穩定 以上就是這一節的氣象資訊 提供給您